今天要找三個文型 因為它們有點像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第一個要找的就是這個 にかまけて 前面很簡單 都是跟這個名詞 就表示忙於什麼的文 可能太過注重什麼 きにして 這樣的意思 就表示忙於做某件事 就不得閒理其他事 或者只顧著做某件事 就忽略了其他事 這樣的意思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例如這裡的例子 しことにかまけて こどもの面倒を見る時間もない 忙於工作就無限照顧小朋友 這個可能是很多 雙職家長的寫照 就要顧著做事 所以不得閒照顧小朋友 就要給媽媽 或者婆婆 或者請家庭照顧 這樣就可以用這個例子 然後今天要找的第二個文型 就是這個 にかしたことはない 前面接觸比較多 可以跟動詞的詞書形 或者普通形也可以 い的用詞 な的用詞 或者名詞 な的用詞 和名詞 後面可以加である 都可以的 再加上這個 にかしたことはない 最好是 莫過於魔物 這樣的意思 多數表示一些常識性的東西 或者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即是 常識來說 最好就是這樣 常識來說 莫過於魔物 這樣的意思 例如這裡的例句 身体はじょうぶにこしたことはない 身體結實就是最好不過 根據大家的常識 當然是身體健康 身體好是最好的 沒有理由是要病的 那時候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然後下一個 也是最好的意思 にすくわない にすくわない 前面是跟動詞詞書形 或者名詞 漢字是ゆ 後面是ない 所以我記法 就是不如 不如魔物 或者是最好的意思 某方面 沒有比之前更好的 或者是用來提建議的時候用的 例如這個例句 歷史 歷史方面 我就不如他 他是比較厲害的 我沒有他那麼厲害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找的三個文型 希望我的溫走幫助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頻道 然後可以讚我 和分享給多些人知道 如果你想找這個山字卡 可以追蹤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就是Facebook 我們每個星期三 會用這個初級的日文 是開直播的形式 大家可以來聊聊天 然後星期五 就會常傳這個Podcast 分享一些日本的資訊 或者一些日本的故事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明天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